我们今天贵宾云集 这位重要的贵宾 是我们现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郑德美上将上台来致辞 今天有非常多的贵宾 非常殊胜 由我们全台中市市长张市长 感恩 为我们台中砸下了身后建设的基础 印象非常深刻 由我们副议长 陈副议长也亲自参与 我们社会的各家贤达 这些贵宾邻居 我们居居一堂 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殊胜 今天佛光普渍 今天充满法喜 在这样庄严而隆重殊胜的法会上 能够代表我们诸位贵宾 师兄 能够报告自己的心得 还请上司在座的各位 不吝嗣教 首先还是要感谢上司 慈悲的加持 师弟是一位职业军人 并长期的担任国防事务 战备训练 国土守备安全的长期任务 历任过陆军副司令各作战区的指挥官 国防大学校长 选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大家会非常非常非常好奇 穿上军服整整有46年的时间 非常难得也非常稀少 能够听闻佛法 怎么会有这么样大的180度的大转变 不单单个人在转变 世界的全家人都在变 这样的大转变 最主要在5月23号 个人第一次聆听上司的法教 上司充满智慧 大慈大悲 法教深入浅出 直指人心 回去以后跟家人分享 人家都聪明了法庆 从此以后都到我们道场来报道 我跟大家来报告 我有一个87岁的母亲 一辈子没有接触过佛法 在上司的慈悲加持之下 最近常常在念 阿弥陀佛 连她都被读化了 真的非常慈悲 所以说我个人 非常非常非常羡慕在座的各位 那么早的时间 长时间的一直在上司之下 真的非常殊胜 在座的各位师兄各位贵宾们 就在司弟个人身上 发生了一样不可思议的感应 司弟从民国72年起 就罹患了这样固执 叫做徐马等 整整跟司弟三十四个年头 我跟大家来报告 如果各位身上有一只毛虫呢 你感到起养无比 那司弟要跟大家报告 在司弟的身上是上百只毛毛虫 跟斗三十四年 会被起养而行 就在上个月 在上司的慈悲加持 专案的处理下 我跟大家报告 我跟上司结缘 解除了长达三十四年的固执 真是不可思议 这样的感应 输赞感应 相信在我们全场所有同兄 所有师兄弟的身上 都有非常的顾去可说 因为这段时间 我听得非常非常多 今天我们有幸 执欲丧尸 这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福报 正如同三部杂叙中所说 丧尸身上的每一个毛口 正供供养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 我们走在一条正确修行的道道上 生命极为有限 一天只有二十小时 一千四百四十分钟 八万六千四百秒钟 现在的时间 如果说是两点四十分的话 这以前的时间 都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重复 每失去的秒钟 我们会跟人生终点的目标 更为接近 我们在座的 我们每天在忙碌 为了名为了利 如果我们永远在追求名利 金钱豪宅名车 在我们舍报那一天 对我们一定点的用处都没有 我们在每一分每一秒当中 都要一直在上世纪佛法当中 对我们生命才有极有意义 上世诸多法会上都开始我们 为了听闻佛法 就算走一步路 也有无量的功德 我们只要有一口气存在 都要一直在上世 这对我们生命当中 还很有意义 今天师弟在此地 做这样的一个心得分享 公祝金刚上世 阿体康泰 长寿主事 法轮更转 弘法胜利成功 最享圆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